统新出道的朴恩斌虽然才30岁 却已经是一位出道27年的老戏鼓 也演过青春时代Stove Language 你喜欢布拉姆斯曼 烈幕等多部电视剧 但直到今年的《非诚律师》与英语才真正火爆起来 人气 知名度 身价实现了大飞跃 前不久还举办了自己出道以来的首场粉丝会 NBnote 宾格 面对面和粉丝热情互动 给粉丝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而《非诚律师》与英语作为2022年下半年热度很高的韩剧 虽然那些美好与感动埋在了这个夏天 但由于剧情讨论度极高 也连带是主演群人气直升 而江泰武20日在社群上发布自己的寸头照 并感性写下文字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满满的爱 我会好好的回来 再见 他将以陆军现役身份服18个月的兵役 预计2024年3月19日退伍 虽然经纪公司表示入务过程不对外公开 仍吸引媒体和粉丝聚集 不少粉丝高喊不要走 难言不舍心情 但其实虽然未来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看不见江泰武本人 不过在这之前 他已经做足了准备 在韩剧《非诚律师》与英语拍摄结束后 各领域都成为业界邀约第一位 因此入务前接下许多代言广告与画报拍摄 而且还有一部与生会上合作的惊悚电影《Taggot》目标 即便均白旗 相信大家也能经常在荧幕前 看见活跃的江泰武直至他退伍归来 继续带来好的作品 与英语圈粉无数的资深律师郑明希非常讨喜 成熟与知性兼备的模样非常帅气 很多剧迷也都因这个角色被江青勇圈粉 而江青勇在《染意康复》后 还和江泰武 何云锦 朱宗赫一起上了Never Know的节目 虽然江青勇近期尚未传出新作的消息 不过日前还没表示 江青勇合作《生命儿》基一 金海叔等主演的电影休假 将于2022下半年上映 期待江青勇未来的活跃 春日暖洋 何云锦也接到新剧 何云锦演完《非诚律师》语音语后 前阵子确定出演慢改剧《今生》也请多指教女二 何作《生慧善》安普贤 该剧讲述每次投胎转世都会记得前世的女主任公 在转世第19次时 和前世相爱的男人文瑞夏重逢的爱情故事 何云锦在剧中饰演《生慧善》转世前的妹妹尹雕原 长大后成为艺人经纪公司的影校市长 并与女主角展示后的潘真英重逢 和男主角的秘书有感情线 不少网友都觉得何云锦外形很还原原作 也相当适合原著角色活泼可爱的倾向 当时播出绝对又能让何云锦再全一波粉 以网络剧出道的朱玄英近一年来 在综艺界十分活跃 不仅凭借SNL Career接连夺下58白响女子综艺奖 以及电视青龙奖综艺女子新人奖 2022年也出演了首部电视剧《非诚律师》与英语 在剧中将女主角挚友董格拉米演得活泼又灵动 是备受瞩目的新星 目前朱玄英正与任额安普贤拍摄电视剧《两点的约会》中 三人在电视青龙奖相遇时也拍下了合照 让人更加期待电影上映 而除了电影《两点的约会》 朱玄英也接演了新剧《艺人经纪人生存记》 合作李瑞镇 姬一 郭善英 未来非常客气啊 而作为女主的嫖恩斌更是心光意义 今年即将30岁的她早于4岁就开始担任童装模特 6岁正式以童心身份参与白夜三年酒吧出道 之间已是拥有24年经验的大前辈 朴恩斌曾于2022年以首名平民的身份踏足北韩领土 当时为庆祝南北韩精益东海线铁路动工 他与另一名演员拍摄了相关的宣传短片 记录了历史性的一刻 直至2005年 朴恩斌因三星广告而爆红 他当时轻松的美貌成功引起了关注 朴恩斌出道以来拍摄过多部古装剧 包括《名称皇后》 《泰王四神记》和《善德女王》等 因而又有史剧《女王》之称 他自小就饰演过宋志孝 韩志文 宋云和和金河大等的童心角色 算是另类的女神收割机 虽然中间曾经历过一段不温不火的时期 但直至2019年朴恩斌曾于平 奇迹拍到成功摆脱童心的印象 一年获得了画媒奖和SBS演技大上的提名 去年一部恋目 各是让他事业走上新高峰 一次过永夺KPS演技大上的事后人气奖和最佳情侣 而通过《非诚勿扰》云于再度爆恐后 前阵子有韩梅还透露 朴恩斌现在每集的片酬 有望突破两亿韩元 完全是礼品县选宾的片酬水平 朴恩斌可以说终于真的迎来了他的季节 作为业界选决第一圣位的大师女演员 他的下一部作品受到外界高关注度 日前韩网疯传 朴恩斌有望与金秀贤合作《爱的破降》编剧《朴志恩》的新作《眼泪女王》 超强组合马上受到粉丝们的期待 《爱的破降》的金牌编剧《朴志恩》日前传出正在筹备新作《眼泪女王》 并有消息指出已经邀请合作过来自星星的你的金秀贤担任男主角 女主角则邀请来了爱幽 不过后来爱幽方透露已经玩具 转而进演了我的大叔金元希导演M的《山茶花开时》 林尚春编剧的新作《人生》 金秀贤方则坦承有被询问相关工作行程 但并未收到具体的剧本与提案 目前《眼泪女王》的剧情内容尚未公开 只传是个有关于采伐家庭的故事 韩网日前曾流出据说是该剧的演员代替名单 8月时韩网流出一份代替名单 金秀贤和朴恩斌分别以多名剧和语音语作为代号出现 而另一份名单上多部韩剧的选角都和实际相符 朴志恩编剧的下面出现金秀贤和朴恩斌的名字 上面多部韩剧的选角都与实际情况相符 而朴志恩新剧的男女主角栏位代号发言正好 就与朴恩斌金秀贤对上了 不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金秀贤与朴恩斌很早以前就已经合作过 2010年两人曾一起拍摄广告并扮演情侣角色 之后2013年再度在电影《伟大的隐藏者》中相遇 金秀贤饰演假装傻子的北韩间谍 朴恩斌则饰演他的暗恋对象 住在同小区的美女 虽然对手世界并不多 但也是个有趣的支线 近日朴恩斌再传新消息 朴恩斌所属经济公司Name Actors日前 宣布正式开启他的首轮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 将于12月23日以菲律宾马尼拉为起点 11月在泰国曼谷新加坡日本东京等地举办 和海外粉丝碰面 关于粉丝会的售票以及详细内容后 会在后期重新发布通知 Name Actors透露延续国内粉丝的热情 这次也准备了他和海外粉丝见面的活动 我们会努力为平安兵和粉丝 打造出美好的回忆 连续国内粉丝